其实呢今天的CBA赛场除了北京金鱼南下挑战广东东莞银行队之外 远在新疆也是上演了一场重头好戏 新疆队是主场对阵八一 最终的结果是新疆111比92战胜对手 本场比赛之前已经从新疆队帅外上卸任的蒋星拳 借过了上赛季总决赛最佳教练的奖杯 但球队此前首战大比分不敌山西队的表现还上比赛悬面重生 新教掏动化者继续用赢球来重队实际 比赛开始后两队展开激烈争夺 但分叉始终难以拉开 首截比赛进行到一半 新疆队刚刚用重金签下的外援米尔斯登场亮相 而他的速度也让新疆队的进攻开始提速 首截新疆29比22领先八一 而八一队的王志志在首截之打了短短五分钟就被教练换下了场 第二节新疆队轮番使用唐中东巴特尔搭配肯阳马丁自卧阵内线 这样的排兵步阵不仅制造了巨大的内线杀伤力 同时也让外围的队友获得了更广阔的投篮空间 而八一队只能利用外围的投篮得分效率平平 半场过后新疆队是以61比38大比分领先 再回到赛场八一队试图发起反击 半场比赛想要出手机会的王志志单打马丁等火 即便如此面对板凳实力雄厚的新疆队 八一队的办法依然不多 大比分领先之际巴特尔和马丁也惬意地玩起了空中接力 可惜马丁未能将皮球扣入篮筐当中 胜余的比赛已无悬念 最终新疆南篮赛主场111比92迎来了新赛季首场胜利 刚刚到位的外园米尔斯得到了圈队最高的28分败甲 八次助攻